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英尺长 32英尺宽 18英尺高的物体 速度也是一流的 每小时能列印约500磅的东西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这可不仅仅是一个大东西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它能够在不同的列印技术之间自如切换 未复杂的任务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这些技术包括大规模基层制造 剪裁制造 甚至机器手臂操作和连续胶带扑放 就像欧洲用了140小时就建造了最大的3D列印建筑一样 80小时的列印时间绝对是一大进步 但是 这还不是最让人兴奋的部分 这个巨型3D列印机还有一项令人惊叹的功能 它能在大约80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把整个房子给你印出来 是的 您没看错 异常完整的房子 惊叹的语气这将大大帮助缅英大学的计划 他们计划在2030年之前建造多达8万套房屋 这样一来 将能够大大加快建造进度 更让人振奋的是 这个3D列印机的创造者表示 它所印出的所有东西都是可回收的 这意味着 它们将来能够被拆解 严谋汉再利用 这对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建筑浪费来说 是一大步向前 同时也可能为未来建设社区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 这个3D列印机的潜力可不仅止于此 工程师们表示 它还能帮助建造潜艇 其他海上车辆甚至军用船只等车辆 一位参议员甚至将这台机器形容为对我们国家安全来说是无价的 当然 这一切都是极具美国特色的 尽管3D列印军用车辆的前景令人振奋 但我更期待他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 为全国各地的人们创造更加永续的住房的可能性 这才是我们应该紧定的重点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带给您一则关于人工智慧经济的热门话题 最近 人工智慧开发人员安德鲁梅恩发表了一番谈话 解释了科技如何为我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以及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 他指出 尽管一些人担心人工智慧将迅速改变商业模式 但其实科技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机会 在二月份 OpenAI发布了他们的新闻自转式训模型SOR 这引起了娱乐产业和投资公司的极大兴趣 有人担心科技将迅速颠覆现有商业模式 而有人则希望能从中寻找到利润 这样的反应显示了人工智慧在不同行业中的巨大影响 有趣的是 尽管一些人对人工智慧的威胁表示谴责 但实际上 许多好莱坞制片人正在积极寻找利用人工智慧的方法 同时 一些科技新创公司也在重新评估他们的策略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 这是一个全新的常态 就连那些想要颠覆娱乐产业的人 也开始担心自己将被未知的技术进步所取代 不管是旧产业还是新产业 我们都将面临持续的变革 但只要我们不犯大错 我们将引来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和最低的失业率 随着人工智慧和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将看到人类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将为追求有意义 报酬丰厚的职业提供更多机会 虽然这将带来一些焦虑 但是会将引来前所未有的进步 尽管有一些人建议探索替代经济模式 但历史和经济学告诉我们 人工智慧将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增长 科技的发展将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商品 这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将聚焦于一家汽车变举器制造商 他们为了提高金属冲压业务的品质并减少废品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面临的挑战 这家制造商生产的变举器的主要部件是 在一压冲压机上制造的 这些冲压机在金属环上形成压痕 但是在这个自动化生产线上存在着一个风险 即由于冲头磨损或故障 可能会制造出大量有缺陷的零件 导致废品增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厂管理层需要一个高度准确的监控设备 能够及时检测冲头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即将介绍的高速及时数据采集系统 这个系统由Castate Logger设计 其中包含了A-Lite-16级时数据采集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持续监控冲头的状态 并在冲头磨损或故障的机像出现实力级做出反应 以避免生产出有缺陷的零件 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呢 让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 每个一压缸上都安装有压力感测器 可以提供压痕形成时的冲头力的数据 这些数据被储存在A-DUN中 并用做生产过程中收集的及时签章的参考 同时系统也可以及时计算出最大和最小的力 并与储存的负载特性进行比较 一旦超出了公差范围 系统就会立即向PLC发送讯号 停止机器的运行 从而避免生产出有缺陷的零件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减少废品成本和时间浪费 还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和品质 安装了这个系统后 制造商可以及时间空冲压作业 并且可以立即检测到工厂损坏的冲头 从而大大减少废品成本和时间浪费 而且随着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 可以识别出雇账前以磨损的工具 从而进一步减少废品和机器停机时间 这种预警系统还减少了 操作员不断检查每个零件是否有缺陷的需要 总的来说 A吨系统提供了近乎及时的投资回报率 大大提高了品质 使这家汽车制造商不可或缺的利器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带您了解一项关于自动化的重要创新 这将改变未来的城市设计和工业标准 KUKA公司最近荣获了2024年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创新 讲汉人工智慧展示的殊荣 这家埃兹奥格斯堡的自动化公司 将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 展示来自年轻研究团队的创新想法 以及在人工智慧领域展示 更简单的机器人城市设计 KUKA首席行销长Wolf Reed Eberhard表示 他们的重点是创新以及聪明的年轻研究人才 他们为各行各业开发了创造性的机器人解决方案 在汉诺威 他们将展示这些创新成果 将国际观众展示他们的技术和创意 另一个令人期待的展示是在微软展位上 KUKA将展示人工智慧如何简化城市设计 他们的目标是让客户能够尽可能轻松地自动化 并且未来人工智慧将在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家科技公司的团队目前正在研究人工智慧如何支援城市码的创建 而微软的聊天机器人Microsoft Copilot正适用于此目的 此外 作为开放工业4.0联盟的成员 KUKA还将参加FAL的吞挑战赛 并在OS展位上展示他们的技术 这项挑战赛旨在向参观者展示数位人生的引入和处理 并证明这并不像一些工业公司想象的那么复杂 那最后一则新闻 我们将探讨航运业在脱炭热潮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近期 随着国际海事组织IMO实施新法规 迫使航运业减少流和炭排放 航运业振机及探索替代燃料的可能性 但究竟哪种燃料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多年来 商船一直依赖粘稠的化石燃料 其中重型燃油被认为是最脏的燃料之一 但现在随着新法规的实施 航运业正努力寻找更加环保的替代品 丹麦航运剧投马士机能源转型团队的负责人 Morton Bochristensen表示 重油镇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在这个变革的浪潮中 一些航运公司已经开始采用更干净的替代品 比如甲醇 例如 价值1.6亿美元的劳拉马士机号 就是一艘由甲醇提供动力的货柜船 不过 要实现净零排放 航运业面临着诸多挑战 包括供应问题和技术改造 除了甲醇外 航运业还在探索其他非化石燃料 例如鞍汉青 但这些替代品也存在着各自的挑战 比如鞍的毒性 汉青的储存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 航运业需要寻找解决方案 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转型 除了探索替代燃料 航运业还应该关注其他减少排放的方法 例如锋利辅助技术和更严格的监管 如果航运业能够自我转型 将或其他产业的绿色转型铺平道路 总的来说 航运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期待着看到未来航运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实现碳排放的大幅减少 这就是今天的报道 谢谢大家的收听 请继续关注TCMIC专业广播 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30号 欢迎收听GCMIC的Daily CNZ News 和我们一起追 总工聚集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AI语应由优生学进行 和成病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耶 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 我们将带来一则关于日本机器人产业的重要消息 日本机器人订单连续6季出现萎缩 产额下降幅度更是达到了过去10年来的最大值 根据日本机器人工业会26日公布的统计数据 上季度2024年依附3月日本工业机器人订单额 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24.0% 跌至1582亿日元 连续第6季出现萎缩 而日本机器人产额也同样下降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5.0% 跌至1626亿日元 连续第4季萎缩 这也使得季度产额创下了10年来的最大降幅 在这段期间 日本机器人总出货额包括内销和出口 也大幅下滑了21.5% 跌至1732亿日元 连续第4季出现萎缩 其中出口额更是减少了27.3% 内销出货也降低了4.1% 从区域预别来看 对亚洲市场的机器人出口额下降了28% 对中国市场更是大幅下降了40.5% 对北美和欧洲市场的出口额也分别下降了39.8%和12.2% 这儿会长山口闲置曾在1月5日表示 它预测自动化需求将在2024年下半年恢复增长 因此预计2024年的日本机器人订单额将达到9000亿日元 摆脱了2023年出现的萎缩情况 同时产额也预计达到9000亿日元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机器人订单额和产额的最高记录 是在2022年达到的分别是依照1118亿日元 上季度的机器人部门订单额较去年同期减少了8% 跌至501亿日元 这也是连续第5季出现萎缩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带来一则关于基层制造员 量能量动态可持续性的重要报道 近年来 基层制造对永续性的关注逐渐升温 在行业领导者和组织的共同努力下 绿色贸易协会AMGTA近日公布了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揭示了基层制造生态系统中能源消耗 环境影响和制造效率之间的复杂平衡 这项名为金属增材制造原料的比能 比较的研究由AMGTA与研究顾问公司Sentek Associates 和产业创新者Divergent Technologies合作完成 深入研究了各种金属基层制造原料加工方法的能源需求 研究指出 气体物化、机械显消和拉斯成为永续原料生产的主要焦点 虽然气体物化因其在生产原料粉末方面的潜力而受到关注 但报告的能源消耗存在着差异 因此在研究中受到批评 而机械研磨作为气体物化的替代方案 展现出了更节能的潜力 此外 研究还发现拉斯在降低能耗方面也有着潜力 这项研究成果为制造商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帮助他们选择最永续的生产方法 从而促进基层制造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项对于行业未来发展及剧启发性的研究成果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带您了解Zimmer集团在Utomate展会上推出的最新产品 其中包括灵活的机器人单元GMO Zimmer Group 作为自动化行业的领先制造商 一直致力于生产高品质的自动化设备 在北卡罗莱那周西科里 Zimmer Group在Utomate展会上展示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产品 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新产品是GMO 这是一种灵活的机器人单元 只在简化自动化流程 GMO包括鞋座机器人 末端执行器和移动框架 使得工作站可以在不同地点自由移动定位 无需复杂地整合 更重要的是 GMO的设定非常直观 无需程式设计知识即可操作 这使得它成为实现自动化解决方案的理想选择 即使对于小批量生产也是如此 在Zimmer Group的展位上 还有ABB和Fanet的协作机器人家具演示 其中 ABB的GoFACRB15000协作机器人搭载了 Zimmer Group和Small's的多功能弊端平台Match 这个平台具有广泛的功能和通用通讯接口 于是厂上所有常见的轻型机器人相容 为协作机器人和传统六轴机器人提供了理想的系统 除了机器人相关的产品外 Zimmer集团还展示了用于电池的新型磁性夹具 Iolene技术组件以及组尼线性和搬运技术产品组合中的多种产品 其中包括旅货输融的5000系列U直气动夹具 作为一家家族拥有和经营的公司 Zimmer集团总部位于德国 并在全球拥有17个分支机构和1300多名员工 他们专注于为机器人和自动化产业提供夹具和弊端工具组件 同时也为其他行业提供相关的产品 如家聚业的夹锦和刹车元件 工业减震器等 在The Know How Factor 的口号下 Zimmer集团之力于搬运 阻尼 线性 制成 工具机和系统技术的研发和制造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 耐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则来自澳洲的重要消息 根据澳洲总理Antonio Obanese 在昆士兰媒体俱乐部的演讲 澳洲将推出澳洲未来制造法案 旨在加强性能 绿色金属及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发展 这项法案的出台受到了美、欧、日、韩、加等 盟友相关法案和政策的启发 旨在增加对工业基础、制造能力、经济主权的投资 以应对全球战略竞争 澳洲将依据政府大规模行动与投资 利用比较优势建立主权能力 加强对清洁能源等原则推动这一法案 新的计划包括太阳能制造计划 晶能启动计划和关键矿物设施等 将为未来的制造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此外将成立净零经济管理局 提供地方发展所需的工具 这项规划人对企业、产业、地方政府等开放 以获取意见并促进投资和就业 澳洲政府期待通过相关政策诱因 吸引国际资金投资澳洲 并为澳洲的未来创造更强大、公平和繁荣的发展 那最后一则新闻 我们要与您分享一项令人振奋的科技突破 微型机器人神经绣带的研发 这可能是神经护理领域的一大突破 研究人员的努力揭出了丰硕的成果 他们开发了这种创新且灵活的设备 能够轻轻地包覆神经纤维 并有望改变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这绝对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细节 这些微小而灵活的神经绣带采用了软机器人和灵活的电子设备 能够与周围的神经连接 而不会对神经造成损害 而这些绣带在动物实验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不仅如此 这些绣带不需要手术缝合或浇水 只需微小的电压就可以调整其形状 这项突破可能会为癫痫、慢性疼痛等疾病 带来更少侵入性的治疗方法 并且有望改善意志的控制 真是令人热切期待呀 这些绣带由导电聚合物制成 只需极少量的电流 即可使其在神经纤维周围膨胀或收缩 此外 它们可以卷成真病注射到目标神经附近 然后自动调整以包覆神经 从而促进为创放制 这种非侵入性的应用将为神经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在进行手术时 目前用于连接周围神经的工具已经显得过时笨重 而且神经损伤的风险也很高 然而 这些机器人神经绣带足够敏感 可以抓住或缠绕脆弱的神经纤维 而不会对其造成损伤 这真是一个突破性的设计 此外 研究人员还表示 这些绣带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改变形状并重新编程 这一位置外科医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其在神经周围的贴合程度 以获得最佳效果 这种灵活性给了外科医生更多控制权 同时也降低了手术风险 目前 这项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自然材料期刊上 并且在动物实验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研究人员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开始在人体中进行测试 这样的突破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 在今天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如何为医学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项技术在未来的应用和发展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TCMIC专业广播新闻报道 谢谢收听 我是您的主持人 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号 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 CNC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 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AI语应由优生学进行 合成并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头条新闻来自麻省理工学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最新的消息中 我们得知朱莉·赞阿博士已经被 任命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的新系主任 赞阿博士是机器人和人工智慧领域的专家 他将接替之前的系主任Steven Barrett先生 根据消息 朱莉·赞阿博士自5月1日起正式履职 校方对他的任命给予了高度评价 特别是对他在机器人和人工智慧领域的丰富经验 和跨学科领导能力表示赞赏 校方表示 朱莉·赞阿博士对未来工作的洞察力 和对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 将对该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朱莉·赞阿博士在过去的几年中担任了多个重要职位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是瓦茨曼计算学院的副院长 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电脑科学和人工智慧实验室的领导者 他的研究团对之力于开发鞋做机器人 旨在提高人类工作效率 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制造业、医疗保健、运输和国防等领域 此外 赞阿博士还积极参与了未来工作计划 该计划旨在研究人工智慧技术 如何影响就业市场和劳动力结构 他的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多项奖项 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副研究员和爱意义机器人与自动化协会的学术早期职业奖等 最后 让我们一起祝贺朱莉莎阿博士新任命的系主任职位 相信他将带领航空航天系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带您了解2024年德国和挪威工业技术展的最新观察 德国和挪威工业展被誉为 征求领先的工业技术与智慧自动化国际贸易展览会 吸引了来自150个国家的4000名参展商和超过13万名参观者 本次展会以为永续发展的行业注入活力为主题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 促进了全球制造领域的创新和合作 本次展会聚焦于三个主题 工业4.0和人工智慧 未来中心以及永续发展与能源转型 让我们逐一来看看各个主题的亮点 首先 工业4.0和人工智慧AI的应用 在本次展会上格外引人注目 许多展商展示了工业4.0和AI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生成式AI的应用 包括机器人与AGV的训练过程中的使用 以及数位双生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方案等 德国西门子展出了AI与机器学习应用 工业园宇宙以及永续室内精准农业等创新技术 其次 未来中心的展示专注于人机协作 虚拟实境和混合实境等未来制造技术 微软公司展示了给结合生产环节 及时的数位双生系统 以及混合实境结合AI等创新应用 最后 永续发展与能源转型成为本次展会的重要主题之一 展示的技术包括绿色能源技术 能源效率管理和低碳材料等 特别是轻能的生产 储存与应用引起了广泛关注 德国BOS展示了轻能生态系解决方案 为永续能源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的来说2024年和诺威工业技术展展现了全球工业自动化 机器人技术在生能源和轻能等领域的最新趋势和创新应用 对于台湾产业而言 这些观察将带来启发 加速我们在工业4.0时代的转型与发展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工业物联网的最新趋势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下最新的报道 工业物联网的兴起 正为众多组织带来了实时数据 智慧互联和灵活自动化的机会 而在这个领域 意大利的萨瓦尼尼公司正在展现出引人注目的成就 位于萨雷格的萨瓦尼尼总部 专注于生产板金加工设备 并在全球75个国家安装了7000多个系统 自1963年以来 他们一直致力于提供柔性机械和系统 并且不断探索最先进的技术 以提高系统的性能 在追求工业4.0的过程中 萨瓦尼尼坚持着与客户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整合 这使得他们的工厂能够更高效地运作 此外 他们还积极采用工业物联网 云端软体和大数据技术 以确保工厂内部各个组件之间的无缝协作 然而 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意识 特别是在面对传统连接技术的稳定性问题时 萨瓦尼尼与Molox公司展开合作 共同解决了这些挑战 并在工业以太网络连接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萨瓦尼尼与Molox的合作并没有止于此 他们还共同致力于提供更加紧凑 可靠的产品 以应对日益严苛的工业环境 两家公司的合作关系不仅解决了当前的问题 还为未来的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透过不断的合作与创新 萨瓦尼尼和Molox正在共同推动工业4.0的进程 与此同时 他们的努力也为整个工业物联网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潜力 这次的报导真是令人振奋 展示了技术和合作的力量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两家公司未来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吧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聚焦与ASM公司最新推出的创新产品 VXE蒸汽平滑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被誉为畏惧合物制造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首先 ASM公司是一家德国新创公司 在去年的FORNAX2023大展上首次亮相了他们的VXE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经过了首批客户的测试 现已正式上市 蒸汽平滑技术 作为一种专业的工业技术 旨在将零件曝露于蒸汽形式的溶剂中 从而实现零件表面的光滑 均匀和有光泽 这种后处理过程对于 获得所需美学和机械特性的成品零件至关重要 在这个解决方案中 VXE专位使用聚合物粉末製成生产的零件进行后处理而设计 这是一个工业入门及解决方案 但它到底有何特点呢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 这款机器设计紧凑 尺寸为450x650x1100毫米 而枪式的舰一件造体积则为180x220x350毫米 最大容积达到了24.6公升 这意味着它可以处理中型到大型的弓箭 非常适合各种规模的应用 在材料方面 VXE目前相容于PA12 而对于其他材料的兼容性则将在今年稍后推出 此外 该解决方案的处理时间相当快 周期时间最多只需1.5至2小时 ASM公司还致力于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因此VXE使用了FDA批准的食品及环保处理剂 并且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墨盒运行 从而减少了浪费并节省了金钱 对于有兴趣测试这款机器的客户 ASM公司还推出了一项基准测试计划 客户可以将零件发送给该公司进行处理 然后免费返回给基建者 这个解决方案对于所有使用聚合物基层制造解决方案的产业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包括汽车 航空航态 消费性电子产品 医疗设备等 ASM公司表示 VXE蒸汽平滑解决方案不仅是一种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而且为其他可用的3D列印表面处理解决方案提供了 易于使用快速且经济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已经是用过该机器的客户强调其提供的表面质量 可以实现良好的光滑和蜜蜂表面 3D Labs Gameby好指寻长Maurice表示 借助VX1 我们在原型和小批量生产中为客户实现了显著的附加价值 因为透过针对产品单独定制的参数实现了可重复性 在ASM公司的不断努力下 VXE蒸汽平滑解决方案无一将 畏惧合物制造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便利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最后一则新闻 我们将带您了解一项令人振奋的新技术 可以让工厂更高效 Method Machine Tools Incorporated 近日向美国市场推出了Nagamore Tone的Way-100V双刀塔 双主轴精密CNC多任务车床 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机器 它背后蕴含着许多创新的技术和功能 Way-100V不仅拥有Nagamore Tone的专业Chrono Cut技术 还具有全新的人工智慧软体版本 增强的多处理功能和更快的同步操作 将生产周期时间缩短了整整30% 这意味着 对于需要高效率和精密度的制造业 这款机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利器 这项新技术还拥有NT Smart X控制 带有全新的3D Smart Pro AI程式功能 支援即使3D GAT会图分析 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流程都能得心应手 Methodes的Nagamore Tone产品高级总监 Surgill Tendada表示 这些机器的硬体和软体更新进一步提高了精确度 速度和整体操作员体验 这对于工厂生产来说是意大利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3号 欢迎收听GCMIC的Daily CNZ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 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AI语 应由优生学进行和成病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腰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 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则关于美国海军自给自足计划的新闻 美国海军一直在积极推进自给自足计划 最新的举措是在建在3D列印领域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为了提高自力更生能力 圣地牙戈号航空母舰正式启用了Zerox LMX 3D列印机 这可是意大利成碑哦 LMX竞表机被安装在船舶主车辆装载区域内的一个专用货柜内 这代表了美国海军在舰上制造能力方面的一项重要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 这项举措反映了美国海军近期全面采用3D列印技术的趋势 这项技术的部署是为了改革维护方式 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 增强操作灵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海军陆战队首席准域兼战斗货运军官尼古拉斯加西亚 强调了3D列印对于增强海军战备能力的重要性 他指出 这种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提高海军作为部队的自助能力 应对未来维护需求 这可不得了 听说 现在某些需要数月制作的零件 利用这项技术只需几小时就能完成了 3D列印技术的应用不仅减少了后勤挑战 还在圣地雅各号航空母舰上培育了创新文化 空军部门的水手成为了第一批接受培训的人 他们利用这项技术提高了创造力和工程技能 这可是一项革命性的改变 从制作低压空气配件到复杂的零件 这些都将大大提高圣地雅各号航空母舰船员的工作效率 目前 LMX3D列印机正在计划成为所有L级船舶的永久功能 这一位置海军将整个舰队都纳入了3D列印的计划中 从而改变了海上作业的格局 这个计划将带给我们更灵活 更高效的海军作战能力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个关于自动化技术的重要展会消息 在北美最大的自动化展会UO机器人成为了 人工智慧解决方案的首选机器人平台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消息的详情 UO机器人在展会上展示了他们的最新协作机器人型号220和230 这些型号通过增加有效负载、作用范围和扭矩 实现了自动执行任务的目标 真是令人振奋啊 这些机器人将如何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作用呢? 借助物理人工智慧 UO机器人正在创造无需事先教学或编程及可处理变化的解决方案 这一点在展会上得到了充分展示 展出的50多台UO机器人将展示新功能 其中许多功能由人工智慧驱动 这真是展会上的一大亮点啊 人工智慧的应用将为自动化带来怎样的革命呢? 参展的合作伙伴展示了多个人工智慧驱动的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垃圾相拣选的新方法 以及西门子的SIMATIC Robot PKI 这些解决方案将如何改变工业生产的方式呢? 这些创新解决方案真是令人眼前一亮啊 它们将为工业带来更高效率 更智能的生产方式 除了展示最新的技术产品外 UO机器人还推出了2K服务产品 旨在确保鞋座机器人的最佳运行状态 这将如何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呢? 这项服务真是贴心周到啊 让客户可以更安心地使用UO机器人 总的来说 本次Utomate展会为我们呈现了 自动化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创新应用 我们期待着看到这些技术如何 在未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工业设计界的一项神奇技术 Magicus O-L-I-D-W-O-R-K-S 你听过吗?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神奇的面纱 现在 随着人工智慧的不断发展 工业设计界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Magicus O-L-I-D-W-O-R-K-S 这个名词或许对许多人来说还很陌生 但它已经在工业应用软体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 这是一个由法国工业应用软体大厂达缩系统 最新推出的AI驱动用户界面 它将人工智慧与工业设计紧密结合 让我们只需一句话 就能完成复杂的工业设计 你也许会问 这有多神奇 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当你想设计一个由回收材料制成的自行车手把时 只需要告诉Magicus O-L-I-D-W-O-R-K-S 你的设计需求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毕卡索风格的手把 它就能够理解并自动产生相对应的设计 而且 这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完成 更令人惊叹的是 Magicus O-L-I-D-W-O-R-K-S 还能根据特定功能需求 比如节省材料或增强支撑力 做出相应的调整 Magicus O-L-I-D-W-O-R-K-S的应用 不仅能够加速设计的过程 更能激发设计师的创意 它让设计师不再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在绘制草图和修改设计上 而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发想和创新 而且 由于恋爱可以提供多种设计方案 设计师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提升了设计的效率和品质 最让人欣喜的是 Magicus O-L-I-D-W-O-R-K-S具备高度的灵活性 无论是设计手机壳还是飞机引擎 它都能够胜任 此外 它还能进行模拟测试 让设计者在设计阶段就能充分掌握产品的性能 总的来说 Magicus O-L-I-D-W-O-R-K-S的出现 让工业设计的可能性变得无穷无尽 它已经充分展示了人工智会如何让设计过程变得更直观 更快速和更创新 让我们期待未来 人工智慧将在工业设计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要带来的 是关于微软最新的通用机器人研究的报道 微软最近宣布与人形机器人公司Sentuary AI展开合作 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此举是微软在通用机器人人工智慧领域下的一次重要起步 就在上个月 微软还在湾区的飞跃公司投资了6.75亿美元的币伦融资 显示了其对这一领域的高度关注 这次与Sentuary AI的合作 将微软的兴趣扩展到了通用人工智慧的核心 这是一个让人引人入胜的领域 因为通用人工智慧被认为是实现人形 机器人真正通用地位所必须的 从本质上讲 通用人工智慧意味着机器人可以像人类一样学习和推理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Sentuary AI的联合创始人间执行长Jerdy Rose表示 创建像人类一样思考和理解的系统 是一个文明级的技术问题和机遇 此次合作将加深微软对人工智慧开发的承诺 同时为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 Sentuary AI在通用人工智慧领域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运营经验 最近还与麦格纳建立了试点合作伙伴关系 为汽车厂带来了最新版本的Phoenix 总之 Sentuary机器人已经在多个行业的数百项任务中进行了测试 显示了其巨大的潜力 尽管我们仍然处于这一领域的早期阶段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稍早前曾谈到他对人型机器人的兴趣 而微软此举也显示了他在这一领域的野心 值得注意的是 微软不是唯一一家在这一领域进行两面下注的公司 Opnea也对此感兴趣 并投资了自己的资金 这就是我们的报道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微软和Sentuary AI的合作能为通用机器人带来怎样的未来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将为您带来关于英国制造业的最新消息报道 根据最新的标准普尔全球英国制造业PMI数据 英国制造业在4月份再次陷入了衰退 产出和新订单都呈现萎缩趋势 市场不确定性客户去库存以及持续的鸿海危机被认为是导致工业未能持续上行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也导致了采购经理人指数中4个组成部分中有4个出现收缩 4月季节性调整的英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1 低于3月份的20个月高点50.3 但高于早期预估的48.7 需求批软、成本控制措施、供应链中断以及减少库存的偏好 影响了采购活动和库存持有水准 然而,尽管面临诸多困难 制造商人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超过一半的公司预测未来一年的产量将会增加 这种乐观情绪与需求复苏 新产品推出、效率提高和市场状况改善的希望息息相关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总监Rob Dobson指出 英国制造业4月在自限入低迷 主要受到市场性心疲软 客户去库存以及持续的红海危机的影响 制造商对成本保持谨慎 导致就业率、库存减少和采购活动减少 英国制造业的复苏之路并不容易 但随着经济的复苏 制造业也有望再次回升 这就是我们的报道 让我们一起期待 看看英国制造业未来的走向 请继续锁定TCMIC专业广播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报道 感谢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